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仔细看看这个地图 这上楼表明了所有吉了阁里的机关 它连逃生出路都标注得清清楚楚 启禀皇上 魏贵妃求见 让她有事明天再来 皇上 恕臣妾无礼 可事关万千性命 臣妾不得不来 看来贵妃消息灵通啊 是臣妾唐突了 朕已经下令去捉拿燕巡 皇上息怒 臣妾只是实在不忍看见 不忍 大魏设计轻负 皇族人头落地 你是不是就忍心了 皇上 那燕巡从小在长安长大 他别无二心 你怎么知道呢 朕宁可错杀一千 也绝不放过一个 朕 已经忍了很久了 不能再忍了 长安的门阀 和你的母族卫士 都已经开始行动了 去讨伐大魏的叛徒 朕宁可 Mete 老师 朕 朕 赢 朕 叔父 你把燕儿召来 可有急事 看看吧 皇上亲下的秘旨 这 捉拿燕雪 燕儿恳信叔父 出面阻止此事 听听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你还是魏家子孙吗 我 我和燕雪香蕉婆身 他绝不可能谋反的 谋不谋反 你以为自己能说了算吗 这是魏氏门阀立功的机会 你若欠场 自有你兄弟能顶替你的位置 也不是那个意思 但是 燕雪他是我的朋友 但是绝对不可能 糊涂的 宋子夫 今日已经被皇上 亲手斩杀在朝堂之上 皇命以下 你敢违抗 令北侯府大势已去 燕雪成一家 必死无疑 是去讨伐大魏叛贼 建功立业 还是永远做一个无名顽固 你自己真装 我去面试 黄黄 你说本公主是不是特别傻呀 一直以为燕雪哥哥口中最心仪的女子 是淳儿呢 可直到今天才发现 原来只有淳儿是这么想的 你看你 你多幸福啊 有本公主这么厚爱你 可是我呢 谁来厚爱我一下呀 公主 您别难过了 这两天您一直哭 你们必都心疼了 你说我该怎么办呀 皇后 母妃 为什么这么着急 把我叫回来呀 今晚将是个多事之业 你身为皇子 可以置身室外就好了 这话什么意思啊 你就留在我身边 不要到处乱跑 淳儿这几天都没有出过门 到底是为了什么 那个女孩子家家嘛 难免有一点点伤心事 多事之业 没有什么事啊 以前都是燕巡哥哥 带着我去治冰鲜莲子汤的 他还会给我讲故事 说笑话 送好多好多的礼物给我呢 可是现在 自从星儿那个奴婢出现以后 我和燕巡哥哥就渐行渐远了 他今天还对褚儿说 要把我当妹妹 要把我当妹妹 谁要当他的妹妹呀 公主啊 把门打开吧 诺 以前都是燕巡哥哥 带着我去治冰鲜莲子汤的 他还会给我讲故事 说笑话 送好多好多的礼物给我呢 可是现在 自从星儿那个奴婢出现以后 我和燕巡哥哥就渐行渐远了 他今天还对褚儿说 要把我当妹妹 谁要当他的妹妹呀 宫主啊 宫主啊 把门打开吧 诺 今年新采的毛间 不错 ��� sac 筹儿 纯儿 你们是不是觉得 平日里你们锦衣玉食 是理所应当的 在这酷暑之下 能吃到冰镇食物 是多少人想想要PN 是多少人意义 Better 我们生在皇族 自然要比平民百姓 多享一些富 不对呀 母妃 你不是说有重要的事情 要跟我们两个说吗 可是 你为什么说这些奇奇怪怪的呀 莫菲 您究竟想说什么呀 我是想要提醒你们两个 你们俩的身份 是大魏的皇子和公主 你们拥有着让人羡慕的权利 和富贵 这天下的所有 都任你们享用 什么天下任我们享用啊 不喜欢的一大堆 喜欢的却偏偏得不到 世间都说皇家好 可谁又知道身在皇家 有他们体会不到的苦处呢 宋儿 蠢儿 我想要你们两个记住 寻常人得不到的东西 你们都能够得到 只有两样东西 寻常人垂首可得 可是你们 必须要抛逐脑后 是哪两样东西啊 友情 爱情 我要你们忘却情爱 不要被其牵绊 为什么呀 世间万物 没有情自难缺 你们身居高位 却无法掌控 若牵涉其中 定会将自己陷入情意两难之间 最后惹火烧身 不但对自己没有好处 就连对身边的人 也是百害而无一例 可这都是人之常情啊 我们又不是木头 怎么可能会完全斩断情丝呢 是啊 没有之交好友 没有心仪之人 那人生还有什么乐趣啊 就是啊 乐趣 你们是皇子 是公主 活着不是为了乐趣 再说 这天下除了情意 你们要什么都可以 这还不够吗 你们两个好好 给我在这儿待着 哪儿也不许去 好好详细我说的话 行儿姑娘不必惊慌 我是来替世子送口信的 送口信 你怎么知道在这里的我 我们世子说了 如果进不去青山院 就找一条通往外府 最隐蔽的小道 定能找到你 你们世子倒是料事如神啊 我们世子还是很聪明的 什么口信 说吧 今晚亥时 世子在西城门等你 不见不散 我知道了 行儿姑娘 你会来吗 告诉你们世子殿下 如果今晚我没有暗示 是赶到 你们就不要等我了 那我禀报世子了 有性格 难怪世子会喜欢 就不见得有性格 我喝一瓶 你不游刺 你在买带苏 我喝了 不游刺 我喝了 你不喝了 六姐 过来 挺好 我终于找到机会 离开景山院了 出什么事了 今晚还事 你们去新城门等 千万要小心 不要被别人发现了 什么 六姐 你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走啊 我 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到底怎么了 六姐 你该不会是要去报仇吧 如果真的是要报仇的话 你把小妾带上 小妾能抱上盲道 你们放心 只要我活着 就一定会去找你们会合的 如果 如果我没有及时出现 到时候 燕巡世子的人马 会去接应你们 你们就跟他们回燕北 这样 也不用再为怒为病了 可以好好地生活 六姐 你一定要活着回来 我这般荣帮 上来就应该属于贵人的 为什么六姐 为什么六姐这么幸运 公子那么喜欢他 却还要跟燕巡世子走 我却 我说 discrete老rique 为什么那么精彩 能堪 七姐 你一个人嘀咕什么呢 什么公子啊 我 我是说公子 我们都走了 谁来照顾他呀 宇文月 他是我们的仇人 你怎么还惦记着他呢 到了燕北 我们就自由了 芝香姐姐走了 芸汐哥哥也走了 我们和六姐 一定要相依为命 小八